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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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我们马总经理 特殊的姻缘举办这场法会 什么叫法 慈悲就是法 智慧就是法 如果你问我法是什么 就是要学习慈悲与智慧 不过我也提我们马先生高兴 因为他做这个功德很大 他说不执着功德 这个要的还是要有功德的 因为我更执着功德 因为有了功德有了福报 才可以成佛 有了功德有了福报 才能够帮助别人 我想不自私比较重要 就像一个人赚钱 他希望赚到的钱去帮助穷人 帮助老人 所以你一定要赚钱 所以我刚刚就跟我马总说 你一定要赚钱 你赚钱我们佛教还有一点希望 多一个护法 因为如果这个佛教没有护法 没有人护持佛法 那这个真理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智慧的生活 或是智慧的人生都可以 因为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智慧 那什么是智慧呢 就是看到真相叫智慧 所以 好 谢谢法师 他讲会漂亮一点 共花 佛教讲很重要 你要漂亮吗 多共花 为什么有些人长得漂亮 有些人天生长得不漂亮 有没有人故意要长得不漂亮 没有 长漂亮从哪里来 跟我念 修忍辱 常微笑 多共花 就漂亮 一个人会长得不好看 爱生气 爱生气的人长得不漂亮 口才不好 没人缘 没钱 第四个 第五个 死后下地狱 因为那个丑陋了痛苦的地狱 所以为什么会有地狱 称慧 爱生气 一生气你就做坏事 所以你就会下地狱 那不生气的人 修忍辱的人 外表长得好看 再来口才好 再来呢 人缘好 人家不会讨厌你 第四个 第四个 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 每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这个是佛陀最伟大的地方 他告诉我们 人自己制造自己 人的心可以造天堂 人的心可以造地狱 上天堂下地狱 幸福快乐 决定在自己 自己的什么 心态 我们讲思想 你的心态引导你的行为 造成你的命运 曾经有一个女众来找我 师父啊 我老公哪里不好 不好 不好 她一直讲不好 不好 她看到说 因为你不好 你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所以你就嫁到有不好的老公 万法为心造 你的心就会遭感 好心就好事来 坏心就坏事来 所以心灵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你希望 这个事情很顺 那你不能生气 你要从好心去孝顺妈妈 像我以前做生意 在家 我要去做一个很重要的谈判 我知道这个 几百万会关系很多 我那天一定先跑回家 孝顺妈妈 替妈妈洗碗 然后呢 送妈妈礼物 那我那天做生意很顺 我就知道 因为 因为各位 你要知道 爸爸妈妈是最大的加持 全世界最爱你的就是父 所以父母的祝福很重要 包括我以前有结过婚 大家都知道 我带我过去的太太 给我妈妈看 如果你说OK 我就OK 如果你说弄我就弄 因为我是妈妈为主 太太第二 为什么 孝顺第一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想 后来学佛了 更知道 原来众生是妈妈 你能够去爱护很多众生 那你就很有福报 所以缅甸人的习惯 今天要出门 去拜拜 去供养出家人 去布施食物给小鸟吃 他今天做事就很顺利 所以你也讲好心有好报 对不对 坏事坏自己 你做坏事 最后就是你自己受苦 所以我想 善良 善良是最重要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 那首先你会做善良的 但有人说善良还被欺负呢 那被欺负 那是因为人不是光这一世 生命的智慧 你要相信 人有过去史 生过小孩了就知道 小孩生出来跟爸妈 怎么个性都不一样 因为他有他的前世 这个跟电脑有关系 电脑的软体 他自己制造的 爸爸妈妈只是一个住院 物以类聚 所以他就生在你家来 爱上爸爸叫女人 爱上爸爸 爱上妈妈叫男人 要了解吗 所以呢 当然佛教里面 首先第一个智慧 就是你要懂的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自作自受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要变甜的快乐的人生 那你自己加糖 你要变咸的酸的人生 那你自己加酸的叫盐吧 自己去改变 所以我想做善事 什么是善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伤害众生 不施贫穷 等等这个好事 所以我去英国 欧洲 我发现他们那边 好像我到美国都看得不多 还是这边是神事吧 树下又掉头 那个喂鸟的机器 喂鸟 喂鸟 喂水 特别冬天 有雪了 那些鸟就可怜了 那我们就给它吃 昨天我们议会法师 前天带我们去浑墓 昨天去军人浑墓 中国人七月份都会去拜祖先 或四月份拜祖先 那你会说 那你祖先又不在美国干嘛来拜 做好事呢 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往生者都能够得到食物升天 那就快乐了 所以我想这个 所谓帮助别人 所以才能够成就自己 所以你想帮助别人 才是帮助自己 很简单的道理 越自私越可怜 越帮助别人自己越好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各位应该听过 国王老了 他要把皇帝传给他儿子 三个儿子都很优秀 他都很爱 但他不知道给哪一位 也不可能三个都做国王 他就跟三个王子说 我给你们同样的钱 皇宫那么大 你们可以买东西 把这个皇宫塞满的话 那个人就比较有智慧 我王位就传给他 他们三个说 有道理 结果大王子用这个钱去买了什么 买了人家收完豆米的那些草 塞了皇宫 塞了一半 哇 国王说你好聪明 二儿子呢 他去买掉了人家割甘蔗 留下来的皮啊 一大堆草 我一塞也很多 哇 你也很聪明 结果第三个王子 他说 做我国王是我大哥二哥的事 我做弟弟不能跟他抢 所以我不用买东西 那这些钱也不知道干嘛 结果他到路边看到一个穷人 他就把所有的钱给那个乞丐 那个乞丐 差一点发疯了 怎么这么多钱 你要给我干嘛 因为你穷啊 给你啊 那个乞丐很感动 那我怎么感谢你 不需要啦 你看给你 我很快乐 然后那个乞丐很感动 那我一定要送你东西 他就把他晚上 要去上厕所用的蜡烛 剩下一半 送给他 这是我唯一的东西 我送给你 结果王子说 好啊 希望你快乐 他就回去了 结果 他的爸爸等他 诶 老三啊 你带什么回来 你看你大哥二哥 把皇宫都快弄满了 你带什么回来 他爸爸没有 你给我的钱 我帮你去帮助穷人啊 我很快乐 王位要给大哥二哥做了 我是老三 他爸爸说 那你到底带什么回来 有啦 他给我一根蜡烛啊 不然我点给你啊 那就把蜡烛一点 各位 整个蜡烛点 整个皇宫都亮起来 他喇叭说 那你最聪明 对不对 蜡烛一点 黑暗的地方 是不是都能亮起来 满满的 整个皇宫都满了 所以就把王位 给他了 所以各位 慈悲的人有福报嘛 他不是要去追求的 他只是 他要让位的 反而他得到 那大哥二哥的福气 哎呀 我弟弟这么有爱心 那个国家来让他做国王 我们两个就快乐了 这样的兄弟也不会吵架 因为他用爱的力量 所以 对他来讲 做国王 是一种责任 不是一种权利 为什么 因为他要来爱的 有两个哥哥帮助他 又有他爱的力量 所以老百姓幸不幸福 幸福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要得到快乐 那你尽量给别人快乐 我想我们快乐的对象 最容易做的是谁 爸爸妈妈 各位要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我每次来美国都问 孝顺怎么翻译 这个不会翻译 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文化 孝顺 因为你懂得孝顺你的父母 进一步你才能够孝顺众生 以对待自己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其他的生命 所以当然 智慧要干嘛 有智慧则没烦恼 一般人想的是聪明 聪明人才可以赚大钱 可以争取什么 那佛教里面不是讲聪明 那个叫小聪明 对不对 佛教讲的是智慧 智慧干嘛 让你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让你懂得怎么服务别人 因为聪明 服务别人是有压力的 我对你好 你没给我钱我就翻脸了 那智慧不一样 智慧是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快乐 就像我们今天大家来这边聚会 马老板发心各位来 我们大家无所求 希望对方得到智慧 这样 也谢谢各位 让我有机会 就像很多人我说 海涛法师 你干嘛那么多话讲 我说如果你找一个爱人 你可以在路边跟他讲到天亮 因为你爱他 如果你没有爱的动机 你看看手表可以下课 因为我不爱你 你最好赶快走 所以我想要感谢各位 让我有机会去布施吧 所以我们佛教叫财布施 法布施 百千万亿财的布施 还不如佛法的布施的力量 因为这个法智慧 可以让人快乐 可以让人解脱 可以让人成佛 所以我们后面也带了很多书 希望各位拿去看 如果你全部把它拿光了 又说不够 我们会给你合掌 免费送来 为什么太高兴了 因为你拿这个佛经 佛书去看太好了 那如果上面标价钱 一本十块二十块美金 那就不快乐了 为什么 因为智慧不能买卖 聪明可以买卖 智慧是每个人都有的 不需要去外面找 只是因为你透过佛法 或是你看看佛书 终于找到智慧快乐了 所以我想第一个智慧 代表什么 你也讲世间的快乐 你要得到世间的快乐 有钱漂亮 家庭圆满 事业成功 那你要懂的方法 刚刚我去马总的公司 然后谈到教育 那他们要我讲几句话 我说什么是教育的意义呢 就是爱对方 我们不是传达什么英文数学 可以考第一名 而是慈悲才是教育 教出一个有爱心 有道德的人 来给他的家庭 给他的社会 我想这个社会 需要更多人充满爱心 我以爱心来做医生 我以爱心来开计程车 我以爱心来做老师 来做政治家 那我们很有福保 因为一个有爱心 有道德的人 那他不管在哪里 那边的人就得到快乐 但是爱跟道德 必须不伤害做基本 就是说 你无论如何伤害我 我不会报复 当然 我做什么东西的动机 都不会害你 我们现在就怕黑心货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 货真假使的东西 不要买到山寨版的 骗人的 那所以 就像以前发生一件事情 以前有很多人 在台湾发生 买到的房子是海沙屋 就是那个沙是海沙 海沙才便宜嘛 所以他很快就会腐蚀 就会掉下来 那商人赚了钱 告来告去 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那我那时候 我也有搞建筑 我也知道其中一个 一个朋友 他就是用这种沙盖房子的 他可能赚了一些钱 结果呢 他后来被倒了更多 他被倒到跑路 所以后来我碰到他 我说你看 善有善保 接下去 你自己讲 不讲了 善有善保 你用海沙 因为我也在搞建筑 因为我学佛了 我们投资 我就跟他讲 你要盖就要盖最好了 品质要好 价钱要低 对不对 因为台北时代太贵了 你盖好的品质 价钱低 那让别人都有房子住 因为我那时候 我学佛了 我不想赚钱 我只想服务 找不到工作做一样 我这样我觉得 然后我们如果赚钱 最顶楼的一层就拿下留下来给人家念佛 开放 送给法师 他们就带人家念佛 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这样 盖六层楼七层楼 第七层楼就不卖 为什么 给人家念佛的 卖房子我们就讲了 我们七楼是留下来给人家念佛 有些佛教徒很喜欢来买 这楼上有念佛的 而且货真价实 结果还真的赚了钱 赚了钱我就福报出家了 但是就想说 以前用尽心机就赚不到钱 现在才知道走路都会踢到钱 为什么 因为人家就会来找你 像我那时候人家找我投资 找我投资 我都会看看对方 这个投资赚不赚钱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说 他很孝顺 他对他太太很好 所以我跟他合作 没有别的理由 一个不孝顺的人没有福报 一个连对自己太太都不好的人 怎么会有福报 你连对你太太都骗了 你还不骗我 所以以前做公司 我都讲清楚 大家孝顺父母 爱护家庭 你才会爱别人 不然你连我都骗我 这是一个道德 这跟宗教没关系 这样的人在公司或合作 就会有福报 也因为这个动机 善良的动机 所以做那几个投资都成功了 后来我就有提悟了 钱不是赚来的 钱是好心有好报 你要去找钱 台湾人说 极细咖狼人咖 钱四只脚 人两只脚 追不到了 你还不如让钱来追你 只要你有一个动机说 我要赚钱 我赚钱我可以 孝顺父母 我可以帮助社会更多 你有这个动机 不管你做什么 然后你就会自然赚钱 这并不是说 你努力 就像各位 你努力打麻将会赚钱吗 打麻将靠运气跟你努力没关系 运气就是一种业力 所以当然有人出去打麻将 问我说怎么会打赢 我也不能叫他 马上叫他不要打 我说你要去打麻将之前 先送钱给你爸爸妈妈 先买礼物给你太太 我看你应该会打赢 因为你对妈妈孝顺 对太太好 佛经有规定 佛经有规定 做先生的 一段时间一定要买 珠宝礼物香水送太太 戒律 佛经规定 佛经还规定 男人要把钱交给女人管 女人可以有私房钱 男人不行 男人私房钱都是做坏事 女人私房钱是做好事的 怕男人赌完了还有一点钱养家 男女人要私房钱 她会拿回娘家做好事 所以佛陀很智慧的 怎么样的保护夫妻关系 不过佛陀也有说 女人讲话不能比男人大声 女人不能骂人 女人要比男人晚一点睡 早一点去床 所以这个就是夫妻相处之道 如果各位愿意了解更多 有一部叫六方礼经 怎么对国家援手 怎么对老板 老板怎么对职员 老师怎么对学生 学生怎么对老师 兄弟之间 夫妻之间 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两边都很好 那这个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佛法 什么叫佛 智慧圆满叫佛 那我们要去追求一个智慧圆满的方法 叫佛法 好 所以每个人都要快乐 快乐来自于 还是这句话 来 善友善报 你对别人笑 别人就对你笑 很简单 刚刚我们在车上办了一个仪式 我们马先生跟另外一个先生 受戒 佛经讲了 持一条戒律就可以升天 持两条戒第二成天 持三条戒第三成天 哇 持戒可以升天 什么叫持戒 因为你不失一百亿美金 哇太伟大了 但是我发愿 从今天开始 不杀害任何生命 那个比一百亿美金还大 为什么 是全世界的生命 包着一只猫 一只蚂蚁 在你面前都得到保物 那力量大不大 大 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福报 那佛琐告诉我们两种智慧 念下来 持戒以布施 持戒以布施 什么叫守戒律呢 就是不要伤害 不要伤害别人的生命 不要破坏别人的财产 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不要骗人 当然很多人说 做生意哪有不骗人的 但是各位 做生意 你还是要讲 你十块钱 你当然要包二十块 不然你怎么做生活了 只是我给你的 是货真价实的 对不对 那就是不骗 卖药 卖药也一样 这个药是真药 所以很贵 这不是骗你 但是如果我一样要你很贵 是假药 那才叫骗 所以骗 就是说 一个伤害的动机 我没有伤害你 只是这个是价钱嘛 好的水当然贵咯 不过差很多咧 我每次人家出国 买给我那什么 有一个阿尔卑斯坦 那个水喝了就很舒服 那买那个其他的水喝了 就拉肚子 我这个还是好命的 一定要喝好水 才知道说 水 水有品质的 不一样的水 有不一样的功德呢 为什么他一瓶卖这么贵 三块美金 四块美金 平常你一块美金可以买好几瓶的 他是货真价实 所以贵可以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慈戒 我们要讲的戒律 佛教掌了 那这五条如果你能够 瘦几条 你就可以改变生活 念下来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协议 不骗人 不喝酒 这很简单 那你一条两条都瘦得到 你说五条瘦不到 那还有一条 不杀生至少大家会做 因为住在美国还好 蚊子不多 你就杀的少 对不对 那在台湾没事还要杀蚊子 不过像我们走到哪里 都可以去钓鱼店买个网子 人家说你要钓鱼不是 蚊子来 咻咻咻咻咻 窗户打开 你伸出去就好 不杀他 你干嘛杀他 那 一样可以过生活 那蚂蚁教你 蚂蚁多怎么办 很简单 你拿蚂蚁喜欢吃的东西 跟它讲 蚂蚂蚂蚁 东西在外面 蚂蚁很厉害的 它就整排出去了 你对它好 这只蚂蚁死了 它不会投胎在你家 你杀它 它只会投胎在你家 越来越多 这很简单 各位 这个佛教的智慧跟知识不一样 智慧是 你要真实去做做看 你才了解 那个是要有面对事情 面对众生 你才说 原来我对蚂蚁好 蚂蚁就对我好 我杀蚂蚁 蚂蚁就要找你麻烦 晚上睡觉也来咬你 所以这个 你了解它 所以不要伤害它 所以你不杀害生命 进一步 各位还要救护生命 我们这一次在欧洲我最快乐 救了很多老马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马帮人家在 马车跑来跑去 很痛苦了 然后我们就问他老了什么 老了 老了 老了就当做牛肉卖掉 杀掉 因为要养他 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就 拜托居士 我求三保加持 赶快找个地方 也有人 各位好心 不见得事情会成就 所以平常要累积很多力量 虽然我有好心 要救老马 但是要人帮忙 要地方 要钱都要有 所以 虽然我有好心 虽然我有好心 但是 因缘具足 有一位德国的女生 她愿意把马 她很喜欢 她跑来跟我说 因为她 她的爸爸妈妈是 杀动物的 所以她病很重 她家里没她半个 爸爸妈妈 哥哥都死了 剩下她一个 她没结婚 但是 她也知道这个不好 所以她现在在 救很多流浪狗 听说我要救马 她说她喜欢 结果 她就找到地方了 找到地方 然后就开始救了 所以各位我想 那 你虽然想要做好事 但是你要培养那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 平常的点滴的功夫 你都要做 而不是说 我只跳到那边 你要得到五楼 一楼三楼四楼 你要累积嘛 累积善根 就像以前有一位大法师 他为了办佛学院 然后在山上比较清静 结果奇怪 没有人到山上 来供养他们出家 然后快饿死了 那这位法师 就每天修财神法 一直修 一直修 他真的很想帮助学生 结果修了老半天 也没发财 有一天就很生气 把那个灵丢掉 不修了 结果财神就来了 财神要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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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了老半天 你都不帮忙 财神说 我知道你天天找我来 但是呢 你上辈子也没做什么 你要得到福报 你要过去种善因 你过去都没有修什么善因 所以我就 没办法帮你啊 那他不管了 我继续修 如果你不帮我 我就把你 连神像都把你丢掉 他就一直修修 到了第三天 终于有一个人 送了一袋米粉来 送给他 他还是很生气 财神晚上出现 我修了那么久 他一袋米粉 我们这么多人呢 结果财神说 哇 我实在很努力帮你啊 我查了你好几辈子 你有一辈子 刚好抬了一袋米粉 不小心跌倒 几滴就在地上 刚好给蚂蚁吃 所以我查到了 所以终于你有这个因缘 所以我 就终于你有一袋 买米粉了 所以各位 意思是说 你要得到那个果 要有种善因 你没有种善因 光求佛没用 因缘果报 所以叫因果 所以有布施的因 有努力的缘 才有那个果 你光努力 没有布施 没有钱的 你光布施 当然修很多福报 但是你没有去工作 你没有那个愿力 那也没有那个 因为它不会发作 就是 种子要泡到水才会发芽 所以我们叫种福田 意思是什么叫种福田 那个土地如果不肥沃 你丢多少种子都没用 但是如果那个土地很肥沃 你丢个小种子 冒出来 所以佛所说 这个世间有三种福田 各位要去种 你们很有福吧 那三种福田呢 列下来 感恩的福田 第二 尊敬的福田 第三 慈悲的福田 所以这个三个福田 你要去种 你就会有福 那感恩的福田讲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 祖先 农历七月份 各位要多种福田 要这样 回向爸爸妈妈 长寿拜税活着 回向往生的爸爸妈妈 升天 还有回向 妻子父母离苦 回向历代祖先 因为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妈 你要帮助他 那这个叫感恩的福田 所以我每天吃饭 我都一定会先供养三宝 供养师父 供养爸爸 供养妈妈 我都观想 欸 观想他就 就是个感恩的心嘛 我才会吃 供养佛菩萨 供养师父 供养父法神 供养爸爸妈妈 供养七世父母 供养祖先 这样我都会念 那最后会拿七颗饭 供养众生 就是给那些可怜的 看不见的 就像我前面有两个本子 每次都会放 堕胎胎儿的名册 这里面有七百万个名字 七百万的 对我很好 因为我生过小孩 我刚才看到那个爸爸带小孩 我就知道 做爸爸很伟大 对不对 妈妈更伟大 所以如果你不孝顺 那就跟好像这个有问题 所以 对小孩子我就会对他很好 温柔 放牛奶啊 糖果啊 食物啊 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念一下 慈悲的福田 对 因为你要24小时做福田很难 所以我24小时 我每天在房间都会把 所有人写的牌位戴在身上 天天念 因为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就会很认真 替他们修福田 读经典啊 布什米啊 我在看佛经啊 我就在讲给他们听了 所以各位 你听不懂我讲话没关系 他们听得懂 我喜欢 我喜欢讲真的 因为 对人会讲虚伪的话 但是 对可怜的众生啊 不会 不会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我刚刚还在跟我们马居士说 我去监狱很喜欢 因为监狱都是大哥啊 杀人的 对不对 你去面前讲什么 我出名不出名不重要啊 他也不认识我 你们认识我 他才不认识我 但是我去监狱 我就必须要 第一次见面了 如何让他们对我有很好的印象 那我明天要去监狱 我今天就会做共和 我今天晚上 我累劫 累势所修的功德 放声 功德 观想那个监狱所有的人 包括典狱长 先跟他结好员啦 然后明天我去 看到我 这小子 不讨厌他 本来他们自己在 他们监狱演讲 不是坐在那边 他们是 他们做他们的手工 然后我们在上面喊 这样 他可以不听的 你讲到一半 好了好了好了 回去啦 哇 他们做的 我赞了 以前还自己拿麦克风 他们里面麦克风也不会响 对不对 所以我走到那裡 已经聪明了 自己带麦克风 那就开始了 就像在路边要开弹了 所以我去欧洲 说我很欣赏在路边 谈小提琴 那个都是高手 对不对 在路边 谈到你 自愿听 还投钱 高手 所以 那你去监狱就要了 你要让他喜欢你 而且 听起来有内容 再来说 欸 师父 回来喔 师父你下回要 记得来喔 这样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认同 但是很多人会怕 哇 监狱的人 万一他们没钱找你怎么办 所以我师父跟我讲一句话 手如果没有动 没有破洞 不怕摸脏水 意思说 你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的动机 是真的很圆满 没有私心 不要怕 就算他们找你麻烦 那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要愿意这么做 就像佛陀的时代 富罗那尊者 他要去边疆渡人 佛陀 那土人 他会打你 他说没关系 他也没杀我 他才会杀你 那死的刚好 成就阿罗汉 所以佛陀他叫 说法第一 弗罗那 不怕痛苦 但是这样对我 有帮助很大 激发自己的潜能 什么叫开发智慧 开发智慧 各位就在最痛苦最紧张的时候 你才会激发自己的欠人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 不烦恼 怎么样保持慈悲 不会恨 各位要找机会 哦 你要顺者为反 你要是找顺境人 就是反复逆境的成圣 你要有逆境 所以要勉强自己 所以各位女儿说 我叫你演讲 我会怕 怕才要上台 对不对 哇你生小孩都会了 你还怕什么 这个世界最痛苦的是生小孩 我就是因为生了个小孩 就开悟了出家了 哇太痛苦了 赚几百万啊 就是生一个小孩 我天哪 我不知道生一个小孩 让我整个人都脆弱掉 我晚上不敢睡觉 我怕他不呼吸 因为我太太说 这个 我太太以前脸比较圆 她希望她的儿子脸比较瘦 像老外一样 比较瘦 所以她就要趴着睡 我说这样不会呼吸怎么办 我小孩子这样 她就不呼吸了 她说不行 一定要让她趴着睡 然后她这样脸比较直 所以后来我看到我儿子 对我说你脸比较长 你妈塑造你的 所以那时候我会很担心 怕她不呼吸 我整个人变得很脆弱 所以我对小孩子有很强烈的这种 以前是执着了 因为我一天没有看到我儿子 我就睡不着觉 我睡不着觉 我一定要看儿子 所以我太太很嫉妒 她说有了儿子你就不爱我 我说没有那个不一样的爱 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现在要保留这个 因为对妈妈的孝顺 跟对儿子的爱 我永远没有放弃 我们出家人放下不是放弃 不是我不爱妈妈 不爱儿子 我是把对我妈妈的爱 跟对儿子的爱 去爱所有受苦的生命 希望平等 这个就是慈悲的福田 所以我很鼓励各位 多多到树下撒一把米 撒了两滴水 甚至买多一点面包 像我每次都买很多面包 我们送了很多便当 我认为在美国 特别这边旧金山 路边有很多难民 可能你会觉得很麻烦 拿东西给他吃的衣服 但是事实上 像因为我们吃素 我们认为吃素很道德很健康 很慈悲 对他很好 各位你有空 你就多煮几个舒适便当 那你说流浪人那么多 不思不安 一个也好 两个也好 有做了就很好 因为你去做了你心里就会很平安 念一下 慈悲才是内心平静的基础 慈悲才是内心平静 对你去老人院你去帮 你觉得心情好快乐 那种快乐不是欲望的快乐 是一种平静的快乐 平静的快乐 我们佛教叫寂静 奇怪你心情变好 不会生气 很奇怪 变成不会生气 那如果你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会很烦 一个小小的事情你就会生气 控制不了 所以佛陀说 当你有慈悲心 去想说我要帮助所有的老人 怎么帮你都还没做 你的烦恼就断除了 死后直接生梵天 就是上帝的天 所以慈悲心 或慈悲观 你还没有做 只在想 是断烦恼生梵天的最快乐方法 所以我经常 带人家 用水 布施 布施 他们说那你这样傻干嘛 刚刚我们去麻总 帮东西 傻傻傻傻 对不对 大悲咒 瑶士咒 希望发财 健康 希望这边如果有孤魂野鬼 地基祖 快乐 对不对 超度 那有慈悲心就好了 那你说那师父什么都不会念 怎么办 那你就念 爱爱爱爱 我爱你就好了 那就快乐了 那事实上你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 或是你不会念观音菩萨就好了 念一下 叫观音菩萨 叫观音菩萨 不是光观音菩萨 是所有佛菩萨充满爱的力量 结合起来 这个整个宇宙世界的爱的力量 结合起来 叫 那力量大不大 大 大得不得了 所以各位 你这个叫慈悲的蝴蝶 所以我每次在路边 我就一直念 然后飞机上 一上去看 做300个 我至少要念300次 每个人都得到爱的力量 难得大家坐同一部飞机 我要为他们念经 然后我在飞机上就很忙 旁边人在看我在干嘛 那修行 坐在我旁边还真福报 对不对 趁他睡觉滴两滴 趁他睡觉滴两滴 不知道 撒到他身上 对不对 因为你平常给他撒他会气死的 好 那时候我就会 每台飞机上 空服员都在看我 然后我就在那边忙 空服员看我 我就在解释 解释 不错 我就送他一个礼物 带在身上 等一下会送给各位这个 各位最爱的是手机 手机有毒 它有辐射 你把这个贴在上面 毒不会进来 这个咒它就是消毒的 没有辐射线的 希望不好的电话都会断掉最好 不好的影像会突然跳机 希望有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咒很好 贴着就把苹果盖住了 这个比苹果还重要 就贴在苹果上面就好了 所以我们昨天去虹幕去 去挥啊挥啊 我就看到美国国企 原来我们这个棋比 美国国企还重要 美国国企他们军人战死了 对不对 为美国打仗 好伟大 死了 现在呢 我们也希望他跟着我们去极乐世界吧 都重要 从世间法走路出世间法 原来棋子很重要 要打仗看着棋子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拿着棋子 请跟我来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为美国圆满你的生命了 再来 你要为自己圆满生命 所以我都会说 接下来做生命战事 请跟我来 这样 所以我都说 过去我可能是带人家打仗 害人家死 现在我要带他去一个永恒没有生死 生命战事的地方 各位 战争战争 什么才是战争 来 挑战自己 战胜自己 你能够战胜自己 才能够战胜别人 据说 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以无量节的精进 征服了我的欲望 称恨 我才能够用爱征服世界 你不能征服自己 怎么感动别人呢 没办法 观世音菩萨会生气吗 不会 所以我们被他的慈悲感动 我们跪下来了 皈依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 比母亲还母亲 永远不舍弃 我们永远爱我们 所以话要讲回来 三福田 再背一次 来 感恩的福田 孝顺父母 孝顺祖先 妻子父母 各位都要孝顺 第二个来 尊敬的福田 那我们要感谢国家 感谢老师 信仰者要感谢你的信仰的神 那我们是佛教徒 你再来 感恩佛法生三宝 要感谢佛陀 跟佛陀告诉我们 李虎德勒的法 然后感谢出家人 按照佛法出家 告诉我们佛法 做佛法的模范给我们看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说 你读多少佛经 其次 要用你的态度 人格 上面有佛法的味道 这比较重要 要心口如意 不能光嘴巴讲 叫人不生气 自己下气的钥匙 所以自己要 要有这个人格 所以我刚刚讲 我喜欢去监狱 我才知道说 你监狱口才再好没有 那里面的人都比你口才好 敢杀人 放火卖毒的 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但是 你能不能感动他 所以我发现 他们眼睛都比各位厉 他们一轰吹爪动 他们就 干嘛 很厉害的 因为他们那个眼睛 像狐狸一样 因为他们怕 怕被斗争 怕被打 他才找任何机会 所以他们观察力特别强 我喜欢这样 我就会很认真 就像脱光衣服 站在这边一样 我很认真 因为我随时人家都在注意我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秤就是做公众人物 做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我父亲培养我 培养到 他什么时候就送我出国 就培养我要去做总统的 满足我父亲的欲望 我爸爸看就是皇帝 他那个命 他那个像就是皇帝 他从小培养我 结果哪里知道我去出家 我爸爸说 这个出家更伟大了 他不理解了 他到死之前都不理解了 但是 我天天回想 他相信我 等死了以后 他就了解了 因为我用我最大的力量 让他升天 然后去极乐世界 让他去极乐世界 那我妈问我说 你哪有宅 你怎么知道 我说妈你会不会你问 是不是因为我他升天 是不是因为我他极乐世界 我妈说好 我再问 我说妈妈 你问了以后你就相信我 因为 我也会让你去极乐世界 我也会让你升天 因为你们让我出家 呃 因为我出家是因为你们 没有你们 我怎么知道 爱是什么 呃 所以 爱是一种 纯粹就要让爸爸妈妈 永远快乐 没痛苦 没有条件 只有报恩 最后感恩的福田很重要 我们对爸爸妈妈 纯粹的感恩 所以对他无所求 我们都会讲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我们就是希望哪一天 他很快乐 然后看完电视就 走了 不讲话了 一点痛苦都没有 不要送到医院 这是我们天天求的 没有求什么 我的妈妈也八十几岁了 我爸爸八十九岁 舍泡 我就是求这个 爸爸妈妈就 天天很快乐 我用世间的方法 让他很快乐 但是希望哪一天睡觉 他就走了 因为我问我妈妈 我妈妈你跑了 我不怕死啊 就怕痛 对对对对 我说妈妈 我就是比你还怕死 还怕痛 我才出家的 我就是很怕这个 他就会瞪我一眼 我说真的 生命很苦的 我努力修行苦 为什么 因为苦有欲望 你看你跟爸爸结婚 你都说不快乐 他又看我一眼 本来就不快乐 因为我妈妈是长得漂亮 但是家里穷 可以说是卖给我爸爸的 我阿嬷 我阿嬷 我阿嬷是很传统 拜观音菩萨的 因为我爸爸有个女朋友 是很漂亮的 日本也有一个 台湾也有一个 因为少年得志 那我阿嬷就不喜欢那两个 那我阿嬷就去拔杯 拔杯 终于找到一个 然后就强迫我爸爸去她 所以我爸爸常常解释 你不要怪我跟你妈妈 因为是你阿嬷交代的 叫我跟她结婚 我跟她讲一句话 一个月就结婚了 我就问她说 你要叫我吗 她没讲话 然后一个月就娶过来了 因为你阿嬷交代了 这一点我很佩服我爸爸 我爸爸 你还真孝顺阿 她说没办法 但是我外面已经跟人家有小孩了 以后你见到她叫姐姐喔 我也很佩服我妈妈 有一天我爸爸的 本来的女朋友没结婚 那个姐姐来了 我爸爸要给她很多钱 对她 那我们就很担心 妈妈一定会生气 因为我爸爸之前的女朋友 生的女孩要来了 结果我妈妈还问我 要送她什么 送她什么 那我妈妈把她项链拿下来 我妈妈说 我得被谁找我都生不 她我妈妈要生女儿都生不到 我家四个兄弟我老三 四个都兄弟没有半个女儿 所以呢 我把这个送给她 妈妈好厉害 这个各位这是我的教育 所以我从小学我妈妈忍辱 所以各位父母 你要你的儿女 你一定要做榜样 我妈妈那种绝对的忍辱 她真的拔下来送给她 我爸爸给她很多钱 她都不讲话 但是我 她就没有再来了 因为钱拿到了 没再来过 但是她们叫姐姐姐姐姐 我们都叫 原来我们有姐姐呢 但是我妈妈碰了很多事情她都做给我们看 忍辱 因为我爸爸做事业 曾经失败很厉害 回到自己的家 被欺负 我从小在那边看 我妈妈都忍她都不讲 她连抱怨都不抱怨 她只是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我就不生气 小时候连我都被欺负了 有钱人便没钱会被欺负了 这个社会很现实的 亲戚朋友来 我把你让你不要呼吸 把我按住 我就嘴巴长了 我还可以用嘴巴就好了 各位要学这个 你捏我耳朵 但是我记得我还有嘴巴就好了 你把我眼睛弄瞎了 没关系 我还有耳朵可以听就好了 你把我手斩断了 我还有脚 你把我手脚斩断了 没关系 我还有嘴巴 各位啦 你把我嘴巴都弄死了 我还有心可以想 OK啦 没有时间恨她 那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 我妈妈就做给我们看 所以我的爸爸很正 她人很端正 我的妈妈很忍辱 基本上是我爸爸在欺负我妈妈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都忍 她又说 为了你们所以我留下来 为了你们 因为她也不是要嫁我爸爸的 她是因为被配给她家里穷 不过我妈还说 不过你爸爸年轻很帅 不过你爸爸年轻很帅 所以我佩服我爸爸 我为什么要讲呢 孝顺 所以我爸爸很有福报 为什么因为生了我这个儿子 因为我很孝顺 我爸爸才可以死前没有痛苦 临终自在 死后生天 往生净土 为什么 她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 一直影响她 一直影响她 我爸爸被我影响吃素 不骂人 没有躁郁症 不失她都做完了 她就等生天 刚刚我在车上还跟我妈 生天的快乐 如果你知道 这个世间都不怎么样了 天上实在是太快乐了 所以各位呢 你有福田就可以生天 所以在背着 孝顺的福田 感恩的福田 所以各位我们听到佛法 听到老师讲道理 我们才可以开智慧 我们的国家 给我们一个安定的制度社会 我们才可以过得很有保障 这些你天天要感恩 要感恩 那可能选举到了 但是选举以后 不管谁选上 我们都感谢他 你不能继续骂 要有风度 不管谁选上 因为更要回向给他 因为这个元首领导 有福报 我们才有福报 我们不能教育别人说 我不是选他 我天天就是扯他后腿 你扯他后腿 就扯国家后腿 因为目前 他在负责啊 对不对 我们要跟他配合 做个军人也一样啊 我要配合 配合队长讲一就一啊 这样整个军队才会打赢仗啊 不能在里面 起尿器 搞不得 就在那边搞恋乱 那不行 所以佛经告诉我们 国家领导的功德 超过我们爸爸妈妈的六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爸爸妈妈只管我们全家 国家社会领导管的是大家 他幸福快乐他健康 老百姓有福报 所以要我们每天修行的功德 上报四重恩 列一下 第一层最重要的 父母恩 第二层比父母还大 国家社会领导恩 请记住这个 第三层恩更重要的 众生 所以国家社会领导是为了服务人民的嘛 服务众生嘛 所以众生恩又比国家领导大 第四层最重要 来感恩三宝 哦 因为我们有佛头 这个叫每天都要感谢这四层 再杯子 父母 父母 国家 众生 三宝 父母是最底的哦 但是以对父母的方法来感恩国家 没有国哪有家哪 那这个有国家是因为有众生 老实说 美国如果离开整个世界众生 美国也不能存在 美国是世界的融合可以这么说 各国家各民族在美国都有 所以美国是一个小世界可以吧 所以离开其他任何一个种族 这个就讲到佛教的观念了 佛教教教讲空 空 什么叫空 没有别人没有世界我不能存在 没有病人医生没有用 没有各位坐在这边听 我讲给谁听 没有花没有草没有阳光没有水 我们都不能存在 所以各位坐在这边很安定 因为有发电厂送冷器来 所以这个发电厂有水力有火力有核子发电 你都要感谢 所以要思为来处 今天你得到这个它来源是什么 你有这个生命可以活着感谢爸爸妈妈 然后除了感谢爸爸妈妈 帮我们做衣服的 帮我们做饭菜的 帮我们看病的 买药给我们的 都是我们感谢的对象 所以为什么众生的恩比父母还大 因为离开众生 谁也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佛教教的空 就是这个世间 没有单独自立存在的个体 一切的存在 都是虚幻的 因为它是靠着外面存在而存在的 就像花 没有阳光 没有水 没有泥土 没这个花 这个花再过几天又融入 变成泥土了 为什么被泥土的肥料 所以泥土就是花 花就是泥土 这个叫智慧 最高的智慧 叫无分别 一切法必尽空 一切法必尽平等 我最近被罵得要命 因为海盗说假的 假的 这佛陀讲不是我讲的 佛陀说 凡所有像 都是虚幻 都是假的 不要被他骗 佛陀要我们看清楚真相 这是杯子 这是罐子 这是佛像 这是他的名字 事实上他的本来面目都是空的 所以佛像是假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佛像的德 而不是他的材质是什么 他的材质跟铁一样 只是他做成佛像 他做成马桶 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你不能被一个现象所骗 快乐或痛苦 那只是一个现象 这个是个比较高深的 所谓智慧的禅就超越一切了 比如说你得癌症 那癌症 那就是身体得癌症 又不是我在得癌症 因为身体不是我的 身体它只是一个 暂时存在的一个夜暴体 今天你比较高 比较矮做猫做狗 那只是一个夜暴 这夜暴就是你的行为 很重要 人的命运掌控在哪里 你也讲行为反作用力 行为来自于你的思想 所以你的思想念头 产生身体嘴巴的行为 就造成你的夜暴 所以刚刚说 不要杀生 能够让你很好 不要偷到布施 会让你有钱 等等 那所以这个夜暴 你要了解 这只是一个夜暴 那夜暴是 暂时的 不是永恒的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呢 你去了解它 慢慢你就看到真相 说这个是紫 那我说 它不是紫 它是土 因为没有土 怎么会有这个紫呢 它是水 它是矿物质 它是这些因缘组合的 所以名字叫紫 紫离开这些因缘不存在 所以紫的本体是空性 所以这个也是空性 这个也是空性 这个也是空性 所以它们是平等的 不要分别 那你分别你就会痛苦 请问天上的彩虹 会永恒存在吗 不会 你本来就知道不会 所以要把握 赶快拍下来 握彩虹呢 但是你知道 它只是 阳光的组成 光线都是这 七个颜色组成的 只是在某种因缘 它就会变成它的样子 有水 有阳光 可能那个时候变好 像我们在这边 大家存好心 搞不好外面又出彩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态 大家很平静 很好 外面的像就会好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 你不要 不要抱怨 不要